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呢正在往柯林那边开一路上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好久不见的Vlog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四川老家 这里是不是很美很先进的感觉 这次的Vlog呢就是记录一下我在四川的拍摄 要去几个地方 我们后面会去哪里呢 先卖个关子接着看下去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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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当当 主角来料 这是我们的牦牛火锅 好了 我要开吃了 再给大家尝尝这个卤牛肉 干点炒辣椒 真香 然后尝尝这个锅底的牛肉 老锅牛肉的给大家看一看 它这儿还有牛杂 还有牛筋 我要吃一块牛肉 蘸上我的蘸蝶 挑蘸蝶 真好吃 不仅是牛肉好吃 我这个蘸蝶真是一绝 再炫一口小汤牛肉汤 好喝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青柯饼他们这儿的特色 老大了 第一视角吃青柯饼 第一视角变第二视角 看一下 它不像那个面包 我觉得它有嚼劲而且是热的 七笔甜 好吃 多吃点 我们吃饭了 我现在呢已经吃完饭了 天空下起了小雨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准备在康宁 这个沿江河边再逛一逛 这个河水非常的湍急 很吓人吧 我觉得康宁的夜晚还是挺热闹的 明天呢我们会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期待一下吧 期待一下吧 好的 我们已经到了非常著名的墨石公园了 给大家看一下欣赏一下 是不是很有特色 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种地貌特色的山 我们来到了新都桥附近 这边有一条小溪 然后我们来到了新都桥附近 然后这边有有点农场 我们就在这随便停了一下 随便拍一拍 大家看一下这条小道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很美 这小牛好可爱 好 好的我们菜基本上已经到了了 这是非常特色的奶渣饼 这个是烤排骨 毛牛肉面块 青草的 这个是牛肉 是炒的素材 我要开吃了 让我们来数一数 说了多少个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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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的形容吃多了吧 好的那我就好好吃饭了 不管你们聊了 下期部落的内容是什么呢 先保密 吃饭了 拜拜 加点蒜泥 四川再黏 加点抽 加点酱菜 加点蚝油 哦 出来的 还没辣 再来点葫芦 来一点点 OKOK 就是我的战碟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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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